你好,我是张宁 刚刚传来一条不幸的消息 那就是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议案 弹劾川普 也就是要求罢免川普总统的职位 美国众议院给川普的罪名是煽动叛乱罪 美国众议院虽然是民主党占多数 但是在这次表决当中 并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了赞成票 有几个民主党众议院担心这样做 可能撕裂美国 使得左右派对立加剧 所以说他们投了否决票 但是另外有几个共和党众议院 却认为川普有罪 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弹劾川普 要求川普下台 所以这个议案最终是以多数通过 这个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因为前两天的消息都说 这个议案已经遭到了阻止 但是今天的表决却表明 弹劾案已经正式成立 下一步将要递交给国会的另一个机构 那就是参议院 考虑到参议院 行事 就是说 共和党 虽然不占优势 但是劣势不大 还有 如果最终通过的话 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个目标看来是很难达到 所以说这个弹劾案 只是第一 会在参议院那个地方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辩论 第二 只是使得美国的内 就是分裂加剧 所以呢 我是反对这个弹劾案的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说呢 现在美国各方面呢 都应该医治这个伤痕 不要再这个煽动那些对立的这个情绪 同样呢 对于这个川普和川普支持者呢 也要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因为毕竟 这个国家有七千三百万人支持川普总统 而其中冲击国会的人 寥寥无几 他们只是少量的极端分子而已 而且呢 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今天呢 这个来自这个福罗里达州的 来自这个乔治亚州的消息说呢 那个冲击国会的著名的川普支持者 已经自杀身亡 他被警方发现呢 他开枪击中了自己胸部 他就是著名的那个牛角人 就是头上曾经戴着牛角 穿着那个瘦皮衣服的 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夫斯坦德 斯坦德 因为在冲击国会的时候 他一马当宣 所以说呢 被拍了大量的这个照片 受到媒体的广泛注目 此后呢 他迅速呢 就是被找到 然后呢 当地检方已经指控他这个冲击国会罪 他一直声称为此 感到焦虑 还有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网络呢 就另一面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呢 也把他视为呢 是一个混入这个川粉队伍的 安提法分子 现在看来呢 这是对他的一种诬陷 是对他一种侮辱 现在又有谣言呢 这是一种谣言 类似这样的谣言很多 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 应该说克里斯托弗呢 斯坦腾呢 一方面是为这个民主党痛恨 因为痛恨他这个冲击国会 但是也为川普所痛恨 因为川普一口咬定 极端川粉 或者很多川粉一口咬定 他是安提法分子 他是混进这个 就是说呢 这个共和党支持者 这个队伍里面 寻习知识的 甚至冲击这个国会 起这种带头作用 其实他很单纯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 比较狂热的 川普支持者而已 现在呢 他终于自杀身亡了 我们不管怎么说 应该为他感到哀悼 感到痛心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不能太极端 美国呢 这个社会呢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他终究是能够解决的 我在这里面想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任何事实的真相 是需要时间的 我记得几年前 我曾经看到美国的一个案子 一个人呢 被控制杀人 然后他判了 被判了几个终身监禁 还有死刑 然后他的律师 一直在为他辩护 大概花了 三十年时间 最后才给他找回公道 才找到了关键的这个证据 而且呢 最后美国政府赔偿这个人 一亿美元的损失 所以要相信美国 相信美国司法的公正性 美国这个 相信美国人内心深处的 这种正义感 相信他们最终呢 一定会查清楚 所有重要的真相 这次舞弊呢 最终肯定会被查出来 而且呢 现在很多人说 川普在任的时候都查不清楚 那么他离任以后 我怎么能查清楚 我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 就是尼克松的那个水门案 尼克松水门案 一开始呢 在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呢 在他的后期呢 就是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发作的 发生的 发生以后呢 当时呢 民主党呢 从各方面 对这个事情做了揭露 但是在此期间呢 尼克松却 一点也不含糊的 继续这个竞选活动 而且呢 当选了第二任总统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就说呢 不仅没有妨碍 这个尼克松 继续当总统 而且也不妨碍他 竞选成功担任第二任总统 他后来下台呢 是因为一系列的 关键证据表明 他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呢 在第二届总统任期 一年以后 他不得不 他面临弹劾的这个威胁 所以不得不引就 这个辞职 主动辞职 以避免弹劾 现在呢 实际上 拜登呢 有可能重蹈覆辙 所以对此呢 我们要有信心 就是尼克松 已经向我们表明 美国这个社会 纠错的机制 是多么的强大 所以说 拜登即使上任了 面临众多的反对派 他可能呢 也会日子难过 大家都知道 以前有句话 就说 这个拜登呢 尽管已经79岁 糊里糊涂 但是现在呢 由于在美国 就是讨厌川普的人 太多太多太多 所以呢 他们说呢 就是一头猪都会赢 所以呢 一旦拜登自己站在白宫 入住白宫以后呢 他就会面临着强大的压力 而且呢 这种压力呢 正在形成 也就是说呢 反对拜登的力量呢 很可能将来 比反对川普的力量 还要强大 你看 这个就在今天 这个佛罗里达州政府 突然宣布 要分杀 这个推特 脸书 谷歌 亚马逊和苹果 佛罗里达州政府认为 这些机构 分杀川普 以及川普支持者 是错误的 所以说呢 他们禁止 佛罗里达 这个各级政府 在这些 网站上做广告 也就是不允许 在推特上 脸书上 和谷歌上 做广告 而且呢 禁止州政府官员呢 使用亚马逊 这个网站购物 禁止 政府官员呢 购买苹果手机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应该这样说 共和党 正在反击 佛罗里达 和这个德克萨斯州 都是著名的 这个 就是红州 也就是共和党人 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说呢 他们不能够 容忍 这个民主党 这样继续 折腾下去 也不允许 这个 一些这个 也就是说 反共和党的 这个势力呢 越 这个越来越嚣张 所以他们现在 正在做出反击 我相信 这最终呢 会形成一股 强大的力量 要么有力 制约住 拜登政府 要么呢 将给 未来的 拜登政府呢 一个 沉重的打击 就是有可能 他因为舞弊 或者他儿子 亨特 拜登的事情 也会持续发酵 到最后导致 他拜登 受到弹劾 好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